另外在台东的长宾乡13号的上午 发生了一起客运车冲撞民宅的意外 52岁的胡姓司机驾驶花联客运的客运车 行进长宾的竹湖路段时候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先撞上了路旁停放的车辆 再冲向了民宅 索性并没有人员受伤 至于意外发生的原因 则是由警方调查当中 招牌的橘色车身一眼就能看出是花联客运 只是车辆没有靠站停 反而冲进了路旁民宅 撞毁门前的遮雨棚 就连停放在路边的两辆自小客车 一辆机车与一辆耕耘机也无一幸免 该辆客运公司大客车 由花联往成功镇方向北向南行驶 在行驶过程中因不明原因 失控撞击路边民宅 并波及其他车辆 这起意外就发生在13号上午7点50分左右 52岁的胡姓司机驾驶花联客运 行进台11线90.5公里处 也就是长滨竹湖路段时 失控自撞路边民宅及车辆 索性无人受伤 大客车内驾驶与一名乘客均未受伤 事故地点之住户亦无人受伤 事发后有民众传出大客车疑似闪猫酿货 但警方表示大客车驾驶经酒侧酒精浓度为零 目前警方正调查厘清事故发生原因 这里是大家会场边相报道